蝴蝶花朵笔DIY教学介绍 工具介绍 热熔胶 剪刀一只 双面胶一个 材料介绍 原子笔一只 缎带一条 缎带蝴蝶手拉花两条 猪链两条 拌面珍珠两颗 开始制作 先拿出原子笔 缎带 先将双面胶 粘制原子笔 两边平行后 将双面胶剪掉 将双面胶撕掉 将缎带粘制笔 约一公分 两边平行后将缎带剪掉 将缎带绕至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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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缎带不能重叠 缎带绕至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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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缎带不可重叠 绕完缎带后留置一公分 将缎带剪掉 拿热熔胶粘上 拿出猪链两条 将热熔胶点至鼻尾 将猪链粘至鼻尾 使用交叉的方式粘上 再来拿出缎带蝴蝶手拉花两条 先将手拉花打开后对折 将两条密码线分别拉出些许 利用一只手捏着密码线 另外一只手将缎带往下拉 拉至顶端 并将缎带整理 整理完毕后 将两条密码线尾端的地方打两个四节 另外一条也是以相同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来将两条手拉花密码线的地方 用剪刀把线剪断 再来拿出热绒胶 将手拉花中心部位 粘至笔的左右两侧 粘至笔的地方 再来拿出拌面珍珠两颗 粘至手拉花的中心 这样就完成了 再来拿出拌面珍珠两颗 再来拿出拌面珍珠两颗 再来拿出拌面珍珠两颗